三五规划还将对A股哪些板块产生影响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 首先就是航天军工 太平洋证券认为 国家不仅仅是国土安全 还包括像海洋领土安全 网络信息安全 建议关注军工 海洋安全板块的中国船舶 中国卫星 海南信 而在农业板块方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中泰证券重点推荐的像 牧原股份 金正大 龙平高科 北大荒等等 而在二号方面 那么投资者可以从八大主线 去布局二胎概念股 比如说母婴医疗 建议重点关注的是 戴维医疗 保莱特 还有是儿童用药 建议关注康制药业 山大华特等等 还有是奶粉业 建议关注像贝因美 西部木业等等 还有就是母婴生活用品 建议适当关注卫星石化 江南高纤 中顺节柔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玩具行业 关注像奥飞 动漫等相关的公司 婴幼儿的教育 建议关注海龙钢琴 珠江钢琴 全通教育等等 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 儿童服饰 建议关注金发拉比 森马服饰 汽车行业 建议关注MPV占比比较高的 江淮汽车等等 而互联网概念呢 我们来看一下 海童证券推荐了 一华路 东方网利等相关公司 传媒板块 平安证券看好的标的 包括有哥华永泄 乐视网 导博股份等等 相关的公司